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8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这是真的吗 经济学家认为 加拿大央行将提前结束加息 据Globe & Mail理财分析师Scott报道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信贷策略师Paulik认为 加拿大央行即将暂停加息进程 这是由于加国央行连续加息一直通胀 引发经济衰退的悲观预测 不过这个月出现了一些希望 加美在大幅加息后通胀都出现了下降 虽然离加国央行2%的目标也很远 但这也引起了市场对加息核实结束的大猜测 他说 我们预测加拿大央行将在9月份的 下一次议席会议上结束加息周期 同时将隔夜利率提高75个基点至3.25% 我们猜测央行的措辞即将转变 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考虑到市场人预计美联储将在第四季度加息 约50个基点 那么靴子将在10月份落地 我们预计9月份的声明将倾向于依赖数据 而不是像7月份的声明那样直接暗示利率将进一步上升 CIBC的Pollick说 建议我们预测加拿大央行将在9月份的 下一次会议上结束加息周期 隔夜利率将提高75个基点至3.25% 值得注意的是 CIBC并非第一家预测央行即将结束加息的机构 此前多伦多独立经济研究机构 Rosberg Research and Associates Inc.的创始人 David Rosenberg在接受金融邮报采访时也称 加息结束的时间将比市场认为得要早 明年加拿大将限度通货紧缩 虽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但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发布了一份报告 显示因为移民和家庭规模的缩小 将继续支持加拿大住房的长期需求 房市不会崩塌 加拿大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新数据显示 7月份的房价与6月份相比仅增长了0.1% 这是两年多来最小的增幅 远远低于该月7.6%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 尽管相关部门预测本次住房衰退 可能是40年来最大的一次 但同样有地产和经济学专家表示 加拿大因为新移民的不断涌入 和加拿大喜欢独居这两个因素的加持 从根本上保护了加拿大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 还有另外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目前安省房价已经比今年2月份高峰期跌了15% 最新预测认为到明年底时房价会比今年2月跌落24% 这份报告指出 跌幅超过此前预期是因为市场状况快速恶化 同时房贷利率上涨比所预期的更大幅且频繁 但报告也依然认为到2023年年底时 安省的房价还是会比疫情刚开始时高出15% 西部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社会不平等研究中心主任Kate表示 如果移民的速度和目前家庭形成行为的变化持续下去 加拿大房市在中长期内不会出现住房崩溃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和报告的共同作者Kerry也表示 房市崩盘是指价格下降约30% 住房需求完全被削弱的情况下 该银行预测在这个修正期 基准价格会下降13% 大大低于崩溃的30%门槛 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8月17日发布的新报告 2016年至2021年期间 加拿大的平均家庭规模下降了0.02人 在2016年至2021年期间 全国有大约14万个新家庭 这是由于目前年轻的加拿大人放弃了多代人共同生活 开始了新的较小的家庭生活模式 而这些都意味着 这些家庭将需要更多的住房 此外再加上联邦政府的目标 及到2024年引进创纪录的130万新移民 所有一切都将有助于推动住房需求 尽管媒体一再报道骗子的套路 但总是还有人上当 这大概也是骗子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吧 那些讲中文的快递公司 纳使馆之类的诈骗电话 仅在华铁卢地区 就让12个人上当 累计损失约176万加元 华铁卢警方为此再次发消息提醒 但凡那些讲中文的陌生来电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为借口 要一律挂断 尤其不能按其要求汇款 或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警方说 自今年1月以来 华铁卢地区警方已调查了 12起敲诈勒索诈骗案报警 总经济损失约为176万元 这些骗局涉及从声称的快递公司 或执法机构给个人打电话 警方称 骗子会称 比被指控参与一项欺诈计划正在进行调查 然后欺诈者要求你提供金钱 以防止事件升级 警方郑重提醒人们 执法机构是不会要你们付款的 不要听从说中文普通话的 自动呼叫电话的指示 拒绝任何让你向中国或香港银行 账户汇款的请求 也不要通过电话 透露任何个人或银行信息 如果你成为敲诈勒索骗局的受害者 请向警方报告 并向加拿大反欺诈中心投诉 任何有关相关信息的人 请拨打519-570-9777 联系警方或拨打灭罪热线 1800-222-8477 也可以在网上提交匿名报警 傲娇加拿大12岁的小女孩 一战成名成功晋升 成为了加拿大CP太平洋女子 公开赛最年轻的选手 本周一温哥华12岁的露西林 在Marches-Golf俱乐部举行的最后一场资格赛中 以稳定的球技赢得了本周2022年CP女子公开赛的 四个参赛名额之一 林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加拿大参赛选手 她在比赛中打出了高于标准杆 两杆的74杆 落后排名第一的温哥华选手 米什尔流和佛罗里达州的 Giana Clement两杆 小姑娘一战成名登上了CBC的头条 露西林说她大约两年半前才开始打高尔夫 妈妈阿曼达一直担任她的球童 才12岁的露西林表示 我只是要努力打好我的每一场比赛 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露西林也称自己此次梦想成真 能和她所仰望的许多著名球员一起比赛 十分的兴奋 希望能拿到一两个签名 露西林现在的目标是打入决赛并打到周末 加拿大高尔夫锦标赛由22名高尔夫球员进行最后的资格赛 成绩最好的四人将晋级周四的比赛 未免冠军高真荣和加拿大明星布鲁克·亨德森 是此次CP女子公开赛的头号选手 13次LPGA巡回赛 包括CME全球高球排名前100位选手的 82位参赛选手 该场比赛有18名加拿大人 来自BC省夏洛特敦的CP大使凯恩 也将参加她破纪录第34CP女子公开赛 也是职业生涯最后一次 CP女子公开赛是LPGA巡回赛中时间较长的时间赛事之一 可以追溯到1973年 自2001年以来 她一直被称为加拿大女子公开赛 铁路公司加拿大太平洋公司于2014年接手冠名赞助商 并将名称改为加拿大太平洋女子公开赛 BC政府雇员工会BCGEU周二23日表示 同意在现实正进行的工业行动期间 与政府就改善待遇再次谈判 工会成员刚于周一22日开始 拒绝为非紧急服务加班工作 BCGEU在官方网页发表声明 指他们于周一晚上或公共服务机构 其邀请重回谈判桌 工会已接纳邀请 谈判预期很快展开 但当中细节仍有待确认 声明中说 这是重大进展 是BCGEU成员施加压力的直接成果 当中包括目前正进行的工业行动 这显示BCGEU成员和盟友的团结 声明并指 为保持这种压力 目前的工业行动将继续直至另行通知 代表BC省逾3万名政府工作人员的BCGEU 早前拒绝政府提出三年内加薪 约11%及2500元签约花红的建议 于本月12日发出了72小时罢工通知 并于上周一起在BC9类分销署4个配送中心 设置罢工纠查线 号召中心员工罢工 结果导致政府经营的BC Liquid Store 需要实施限购令 至周一工会将行动升级 禁止工会成员加班 但不包括BC山火服务处的消防员 加拿大移民部长弗雷泽表示 移民部目前正在大举招聘 以在秋末之前招募1250名新员工 解决处理移民申请的大量积压问题 截至7月底 在240万个待处理的移民申请中 有超过一半的处理时间 比政府的服务标准要求的时间要长 今年1月份 弗雷泽发誓要在年底前消除 由COVID-19大流行引起的移民积压 但那时还没有发生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引发的难民危机 弗雷泽说 最近的延误是由于政府 对阿富汗和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 以及政府老化系统的技术更新 导致想来加拿大的人 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今年6月 特鲁多总理宣布 部长们将成立一个工作组 以处理移民申请和其他政府服务 日益延误的问题 并在去年底播出8500万元 专款来解决积压的问题 弗雷泽说 到目前为止 新招聘员工已经让快速入境 永久居留计划的新申请人 进入正常的等待轨道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 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港湾爆爆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 大分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粤语关心大分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 以上是本期港湾爆爆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的节目